大家好,我是小枫,有位网友,想在我们那边租一间独门独院的房子,小枫历尽千辛万苦,找很多朋友帮忙打听,终于找住了一间合适的房子,今天咱就看一看见,离我们这家有20来公里,小枫开车去,走,咱们出发。 这您这院呢,是多大平米啊,这儿通柴的,长是64米,宽呢,宽12米,来吧,展示,前院不小啊,这大客厅倒不小。 嗯,这儿多少平米啊,一层100,两层200多平米,这是个炕是吧,还有卫生间,这里还是个屋,这儿还有一个小尖, 这扇坎是一个大厅似的吗?对,扇坎也是大厅。 嗯,这边是小单间是吧?对。 这儿是撒小屋这儿。 撒小屋。 啊,这已经跟临时间差不多。 和这扇坎都撒屋。对。 撒小屋。 住人这屋来有解呀? 哪啊? 就是整体算的住人屋有解呀? 整体的住人,现在这儿啥也都能住人啊? 这儿有啥,底就俩呀? 底就俩呀? 底就俩,当店这不也能住人啊? 嗯,六个。 六个。 这儿能住人屋还在这儿? 屋檐在地,吃烟尿尿西。 那我们竟然都是,一家块钱一个月。 按月? 嗯。 要年租呢? 你们是打算多多少钱呢? 年租便宜点吧? 年租给谁? 年租有您便宜点。 年租有多少钱吗? 年租。 年租的便宜院,都可以整个够。 一万块钱? 啊。 水电方便吗? 水电转在哪儿呢? 这方刚才小枫也看了。 前后也通车,党院面积也不小。 而且前后都有党院,还能种东西。 一年的租金是一万。 大家感觉这个方子的租金贵吧? 好,今天小枫视频就先排到这里了。 那个网里头你也看看啊,你觉得值。 你都看看了,觉得不值,小枫再给你找。 好。 进山了,来摘山楂叶。 上次小枫摘了点山楂叶,还深受广大网友们的喜欢。 刚晒干都没没了,今天多摘一点。 来,您上次说堵着你的派友来的,没来您。 嫌弱,那两天老爷的下雨。 不耐来。 不耐来。 有很多网友给小枫发来私信。 问小枫这野生的山楂跟红果最大的区别是啥? 大伙看看这儿吧。 这个是未成熟的山楂果。 这个山楂这个果果实比较小。 这个山楂树这个叶子要跟那个缝树叶差不多。 而且这儿还有刺儿。 它的枝条上面有一种硬刺儿。 跟枣树似的。 这个刺儿老渣人呐。 这边这一片全是山楂树。 这满山坡的都是。 还有花椒。 大枣。 酸桑。 酸桑。 物产超级丰富。 这一棵都是红果树。 看到了吗? 这个红果这个个头特别大。 这一个果都盯那个山楂果的两倍。 而且这个叶啊,它跟山楂叶也不一样。 它这个叶是属于这种叶。 跟那个缝叶草似的。 而且最大的区别是没有那个刺儿。 这些山楂叶啊,千万得加小心啊。 这上海那个羊拉子可抓去了。 那家伙拉下子。 提身又醒脑啊。 又搬袋子了。 瞧这小棵山楂。 你看这棵长得不许大爆。 大东西没头长。 瞧这棵。 密密麻麻的。 还挺多。 磕磕磕的。 逗它的一颗还。 哎。 哎呀。 它这个刺儿皮普通还硬呢。 品种不一样。 现在全是果了。 叶不好摘了。 把这段时间过了都没法摘了。 营养全部让这果吸收了。 这个叶子都没有做营养了。 哎。 这是啥玩意子呀。 灵芝。 哇塞了。 哪呢? 你瞧了。 哎呀,真是。 这大灵芝。 看。 哎呀,真可以啊。 这家伙发财了啊。 看宝贝了。 你看。 真是啊,这大家伙还挺好。 大灵芝。 对。 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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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芝。 是。 哎呀,还出差呢。 这是新长的呀。 这回泡酒有货了是吧。 对,上这买去了啊。 大家看看小枫踩在这面灵芝怎么样。 值钱不值钱。 看。 这准备。 今天摆多少啊。 这一百斤。 哎呀,不得摘到棉岛下去啊。 都这儿住了。 哎呀,你使人咋知道黑呀。 嗯。 平黑的还黑呢。 要不这儿晒的也不白呀。